經常說高手在民間 阿里巴巴一位內地員工 據說今年買港股賺了一千萬 還索性辭職不努力 究竟他是怎樣做得到呢? 就是這條網上流傳的微信短訊 一下子撕爆了社交網絡 這一位疑似阿里巴巴員工的人 網名叫陶亮 說他今年投資港股 賺到相當於20年工資的收益 按照阿里員工平均年薪大約50萬元計算 估計賺到大約一千萬 不少網友都賺他,又羨慕他 港股今年以來升了大約三成 升幅為全球之冠 有調查顯示 接近六成半的港股投資者都賺到錢 其中回報超過五成的 只是佔大約一成七 涂量很可能成功擠進 這個高回報的投資群體入面 根據基金公司資料 今年初至今收益最大的基金 是斯羅德環球香港股票基金 回報率為44.6% 換言之 涂量的回報表現 贏了所有基金經理 究竟涂量是買了些甚麼股票呢? 今年以來升幅最大的港股是融創 升了5.39倍 恆大都升了超過5倍 相信涂量是買中這一類的股票 網民有估計 涂量贏大錢的可能性有三種 首先他是一位高手 不單買中升幅榜前幾位的股票 還是高頻交易 盡量食盡每一個的小升浪 其次他的本金夠大 可能達到幾百萬元 再者是借助槓桿產品 包括鍋卵、牛紅症 來實現財務自由